大家好,我是舰長蔡任普 我們有聽說過懷孕的婦女 她因為血液中的鈣離子 會被她的小朋友吸收走 會造成血液中鈣離子濃度比較低的現象 那這個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常常會引發抽筋的病徵 那我們知道說 在血液中的鈣離子濃度偏低的時候 滴血鈣的時候 容易引發神經的興奮以及肌肉的收縮 為什麼滴血鈣會引發神經興奮和肌肉的收縮呢? 這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 那除了血鈣之外 血鈣過低會引發神經肌肉興奮之外 其實在我們學一篇鹼性的時候 也會引發我們的神經肌肉的興奮 會引發抽筋 好,我們今天討論 為什麼滴血鈣 或者是學一篇鹼性的時候 會引發肌肉的精卵或神經的興奮 懷孕的婦女 因為她肚子裡面的胎兒 會把鈣離子吸收掉 讓胎兒的骨骼牙齒可以生長 所以孕婦常常鈣離子會被吸收掉 就有可能缺鈣 所以常常要補充鈣離子 吃鈣便喝牛奶 好,那這邊有個有趣的現象 我們知道說神經跟肌肉 他們的活動 加肌肉的收縮 或是神經要傳遞他的訊息 都需要鈣離子 所以鈣幫助神經的訊息傳遞 以及幫助肌肉的收縮 可是當你學習中的鈣濃度很低的時候 反而引發了神經的興奮 跟肌肉的收縮 這樣子的矛盾性叫做鈣悖論 就是鈣要多才能讓神經跟肌肉運作 可是現在是鈣濃度下降時 反而讓神經變得比較活性 反而讓肌肉變得比較興奮 奇怪了 不是鈣離子越高會引發你的活性 反而現在是鈣離子濃度低 反而讓神經跟肌肉興奮性增加 這叫鈣悖論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我們來看看 這是我們了解血鈣濃度 血液中鈣濃度 如果是正常的血鈣濃度在這邊 那什麼叫鈺脂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細胞外面是偏正電 細胞膜的外面是比較多的正電荷 細胞膜內側比較多的負電荷 我們把這樣的電位外正內負 裡面是負的 所以我們的神經細胞膜 神經細胞膜的膜電位是負值 通常是負80、負70、負90是負值的 那叫膜電位 但如果今天你的正電荷跑進去了 使得你的裡面的負沒那麼負了 我們就說你的膜電位開始往上升 從負值變得比較多麼不負 當你的膜電位上升到某個值 這個值叫鈺值 鈺值是個門檻 一旦你的膜電位上升到鈺值的時候 就會引發大量的正電荷流進細胞 所以你的膜電位會快速的上升 甚至變正值 這個時候就說你神經開始產生興奮 你神經產生動作電位 它產生衝動了 它開始傳電訊息了 好,所以這是正常的鈺值 你一開始的鈺值在這邊 所以膜電位要上升到鈺值時 才會出發出現動作電位 好,可是如果現在你的血概開始下降的時候 你的鈺值會從原來的鈺值下降到比較低 那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的膜電位只要上升一點點 你就BOOM興奮了 所以這時候你的神經或肌肉很容易 因為到達鈺值而產生興奮性 好,所以從這個圖可以看到 血概偏低時,鈺值下降了 產生衝動、產生興奮的門檻下降了 我們的神經與肌肉更容易興奮 好,這次我們發現了 有關於為什麼 細胞外血液中的鈺值濃度下降 會造成我們的神經或肌肉 興奮性會增加呢 可以有在1968年提出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叫做表面電荷假說 好,那麼先說明這個假說是怎麼說的 它認為說我們細胞外面本來就是偏正電 細胞外是鈺離子濃度比較高一點點 有一個是錶,細胞膜表面 那細胞內的比較偏負電 這個叫外正內附 外正內附的信用叫極化 因為代表有方向性嘛 細胞外是正電方向 細胞內是負電方向 出現在電荷上的方向性 這個信用叫極化 好,那我們細胞膜上面呢 有一些所謂的鈺離子通道 叫電壓砸控鈺離子通道 只要你的磨電會上升一點點 到達某個特定的值 就會使得這個鈺離子通道打開 就會讓鈺離子沖進來 好,鈺離子為什麼進去? 因為外面是正電 外面的鈺離子濃度多 所以正正相似 因為電荷低度它會推進來 因為外面的鈺離子濃度高 因為濃度低度它會推進來 所以一旦細胞膜上面的鈺離子通道打開 鈺離子會進入細胞 好,那我們剛剛說外正內附 就形成一個負的膜電位 比如說負70毫負 好,當我們的鈺離子進來的時候 是不是外面變負,裡面變正 所以你從負70就增加到 比如說正20,證30 這時候你的膜電位就從負子變正子 我們就說這個神經它興奮了 它產生的電位變化了 而變成正電荷了 產生了那個興奮性 好,這是為什麼鈺離子通道打開 會讓它進來的原因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鈺離子通道 我把它放大 如果這個鈺離子通道在這邊 照理說它會說外面偏正,裡面偏負 它會覺得現在的膜電位 大約是-70毫伏左右吧 可是如果你的細胞外出現了鈺離子 鈺離子會黏附在這個鈺離子通道的外側 所以這個鈺離子通道會覺得 外面變得好正 因為這邊有正電荷 那裡面還是維持一樣的負 所以本來外面是很正 就加了鈺離子之後 它會覺得更正了 所以這時候的鈺離子會覺得 哇,我這個膜電位好像外面變得好正 它會感應到現在的內外膜電位 已經不是只有-70而是-90 我們稱這個現象叫做 極化過頭了叫過極化 本來外正內附叫極化 電荷上出現光陽系 結果這樣的程度變劇烈了 我們說極化過頭了叫過極化 好,所以當我們細胞外有鈺離子的情況 鈺離子在的情況之下 因為鈺離子會黏在這個鈺離子通道的表面 使得這個鈺離子通道的表面電荷變成比較負 所以外面變得更正 裡面變得更負 它的電位差變得更負 它就會覺得自己是過極化的狀態 這時候它離鈺子更遠 它更不容易活化 我們剛剛說活化必須要從負電 往正面方向移動 你現在變得更負 膜電位變得更負電 更難興奮了 所以它因為這個原因 平常我們學藝中的鈺離子 會抑制了你的電壓砸控鈺離子通道 好,現在情況有變 如果今天你的血液中的鈺離子濃度不見 變少了 因為血液濃度下降 使得鈺離子在外面不見了 這時候你的這個電壓砸控鈺離子通道 是不是就覺得 我不是過極化了 我的這個內外的膜電位差 好像是負七十 好,這個時候這個鈺離子通道 是不是變成興奮性增加 好,這時候我們在聚光上就會看到 這個神經或這個肌肉 它的鈺值下降了 它更容易達到興奮了 因為這個表面電荷的效益被剪掉了 使得過極化狀態沒這麼過極 而慢慢變成一般的極化 甚至更容易產生電位變化 而變成正的摩電位 好,這叫做表面電荷假說 原來的鈺離子會影響這個蛋白質孔道的表面電荷 而鈺離子濃度下降 使得表面電荷從很症很症的變成普通症 就從所謂的過極化慢慢恢復成極化狀態 就使得這個鈺離子通道更容易打開 而產生我們神經或是肌肉的興奮性增加 這樣的情形 好,這是表面電荷假說在描述 為什麼血鈣過低時神經跟肌肉的興奮性會增加 好,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血鈣濃度下降了會造成神經肌肉的興奮性增加 可是我們也注意到 當你的血液中偏鹼性的時候 也會讓你的神經跟肌肉的興奮性增加 這是為什麼呢? 好,也是跟血鈣有關 如果你現在身體裡面的PH是正常的 你的血鈣濃度會比較高 而這些鈣離子可能就會讓你的神經的興奮性比較低 因為它就產生了表面電荷的效應 可是當你的血液開始偏鹼性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可以發現說我們血漿中本來就有很多蛋白質 這個血漿蛋白平常會抓住氫 形成這邊的這個間解氫 可是當你偏鹼的時候這些氫都跑掉了 因為它跟OH跟鹼性中和掉 所以在血漿偏鹼時 我們的這個血漿蛋白中的氫跑掉了 那這個氫跑掉之後怎麼辦呢? 由鈣離子接上 所以當你血漿偏鹼時 我們的血漿蛋白會更喜歡的把鈣離子抓起來 使你血漿中游離的鈣離子濃度下降 好啦 所以當你血漿濃度 血漿偏鹼時偏鹼的時候 會造成血中游離的鈣離子濃度下降 血鈣下降 而血鈣下降 不就造成神經跟肌肉的興奮性增加嗎? 好 所以血漿偏鹼時會增加神經肌肉的興奮性 它的道理跟血鈣濃度下降是一樣的 因為血漿偏鹼會造成血鈣濃度下降 然後再透過表面電荷這個假說的作用 而使得你的神經跟肌肉的興奮性增加 好 以上我們就把 為什麼在低血鈣時 或者是血漿偏鹼性時 會讓你的神經跟肌肉的興奮性增加 主要是透過表面電荷假說來做說明